新聞出身 先來關心港議官的消息 為了協助企業二臺接班的領域 檢國應修經營以及創造競爭力 該館政府陸工紀青年發展處 基本新團改變明人工等 邀請到台中正記簽共識協議 王一應 軍旁工業總經理五進結 以過來前的經驗分享企業三臺二臺 如何接班團行 館長梁也出席向眾人來分享 跟議官相應的發展現況 既然企業二臺接觸合作 這也有完完不轉的三臺領域 現場中近百位的該議官企業代表 以及經營團隊強行進行 該議官都清楚表示 該議官中正企業代表2萬4千多金 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六的企業 既有健全接班界位 為了協助二臺接班 關乎今年特別基盤接班團行交流界位 除了到台北參加國際主動化工業台電 加起人和地匯主動發電 也帶隊到台中民衆國際 匯國共入 任務公司頂頂 減固科技創新 影響經營的公司表間 學習參考 基盤侵化與議官企業家精神 因為一代穩定下來以後 二代想要把他擴大 或者是再讓他再發展 那所以二代本身的訓練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工業會今天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跟嘉義縣政府合作 我們希望能夠讓 有一些成功轉型的二代 來分享他們的經驗 談談他們怎麼樣去面對 他們老一輩所打拼下來的產業 那他們接了以後他們怎麼樣發展 進而找到新的轉型 或者是新的市場 那我想這個都是所謂的非常重要 那再來這樣的一個活動裡面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意義 就是二代透過這個活動彼此可以認識 那認識的話有一個最好的好處 就是經驗可以分享 所以怎麼樣讓這些二代加一線 彼此互相守勢 那進而可以交換經營的經驗 或者在產業上彼此可以連結 互相合作 那我想這都是嘉義 整個產業的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 那嘉義現在未來 會有更多的產業進駐 那也會有更多的 世界性的國際性的大廠 那進駐到嘉義來 那我想那未來所面對的經驗 跟分享就完全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怎麼樣把嘉義這樣的一個產業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二代的經營 未來可以更擴大嘉義的發展 進而創造更多的就業 我才能說關注緯特工業會 辦理企業二代分農 包括參訪、尚客、交流、丁丁丁、瓦東 一項三代團告二代 標示企業穩定性項 調整也隨即變質 一代穩定後二代如何更大發展 重新經營重要 透過民進鎔等 成功案例分析 以及成績頂一代輸業的經驗檔 企業二代互相認識建立準備 嘉義官未來將有經濟產業 以及國際大手來進鎖 更大發展可能性是收藥任務 聲音新聞主題是嘉義官 蔡宏波登 在整個嘉義線的農產品的行銷上 我們就創立嘉義優先這個品牌 那這個品牌就是要幫嘉義線的農產品 穿一件衣服 讓消費者都能夠看到 哇 這個是嘉義的農產品 有品牌就有責任 我們從食安的檢驗 包括設立標準 在這樣的一個標準底下 我們才給你嘉義優先 這樣的一個品牌的貼紙 給你認證 不管是在網路的電商平台 或者是在電視 或者是到跟台北的超市合作 或者到國道去做專櫃的設立 或者到教會都市裡面 直接去擺攤 或者在縣政府前面 加油好市集 我們希望透過這種多元網絡的關係 直接跟消費者對話 這個品牌變成未來嘉義 縣政府跟所有的消費者 直接對話的密碼 那我想這對嘉義的農產品 未來的銷路跟未來的發展 絕對是非常好的 如果真的只靠我們的話 我們真的很難做出品牌 那嘉義優先給了我們 一個很大的歸屬感 像我們這樣的小農 有更多的機會 在不同的管道去賣 我們的生產的水果這樣